因为疫情忙到翻的基隆市卫生局人员拿到咖啡的同时 好不容易露出开心小确幸的笑容 新冠肺炎疫情急剧升温 基隆市卫生局人员也跟着忙翻 就算局里面已经有确诊案例出现 大家还是持续坚守岗位追踪疫情发展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祥特地在卫生局大门口 送上100杯咖啡给卫生局人员 为大家加油打气 也让卫生局人员感谢又暖心 好谢谢那个我们的副议长这么关心我们的同仁 那让我们觉得很贴心感恩谢谢 我刚刚知道说他们一天要分三班 甚至周末假日还有甚至有些时候加班到晚上12点 就是为了处理我们民众最基层的案件 不管是隔离通知单也好 还是到底有多少快筛器也好 都是卫生局这些基层的同仁在负责张罗的 虽然说上面的政策指令是乱七八糟的 是指令不明确的 是让人家看得会摇头的 但是我们这些基层的同仁是最辛苦的 也是在第一线最能够帮我们所有市民补罗大众的 所以佩祥身为民意代表 要在这边感谢我们所有卫生局的同仁 在第一线帮我们把关帮我们服务之外 也要说谢谢他们的辛劳 毕竟在这个疫情当中大家都很害怕 但是他们顶住内心的恐惧 为帮大家服务 这一点佩祥必须代表我们宏大的市民 跟他们说真谢谢 然后这一百 这将近一百杯咖啡是我们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希望说在这个疫情当下 跟他们说真辛苦了 然后加油 林佩祥也对分批下来拿取咖啡的卫生局人员拱手致意 感谢大家在严峻疫情下守护基隆市民健康的辛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